接下来镜头转到了台东 在山陀的好雨之下 资本山区仿佛就遭到了泥水轰炸 就连温泉村对外的唯一通道千岁桥 也因为泥流不断漫出而直接逢桥 灰黑色的泥水不断往下流 台东县被南乡下了一整天的雨 完全停不下来 资本温泉村对外的主要通道千岁桥 也因此直接逢桥 水位过高 淹过桥面 所以我们千岁桥已经封闭 现场拉起长长的封锁线 放置多个三角锥禁止通行 即便台东地方相关单位 已经提早派遣工程单位前往疏通 出动大型机具不断的挖呀挖 但是怪手完全赶不上泥水的速度 千岁桥面早已经被泥水漫过 无法通行 有民众骑着机车到现场 原本是想来接家人下班 也被湍急的水流挡住 封锁线对面就是知名的资本温泉村 里头的饭店员工受捆在内 泥水伴随树枝跟垃圾不断流下 警察到现场只能先交通管制 无法穿越千岁桥 把饭店人员救援出来 只能等到暴风圈远离风雨过去 才有办法进行下一步动作 被困在温泉村内的工作人员 担心受怕恐怕彻夜难眠 记者王仲军陈瑞祥 台东采访报道